《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颁发 在历史上分为三个阶段 我们知道与生物学相关的诺贝尔奖 称为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但是与生命科学相关的研究工作 或者相关的获奖工作 有的是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 因此在我们这门课里边 我们介绍的相关工作 主要是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 也有一部分与生命科学相关的 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的工作 那么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以及部分与生命相关的 获得化学奖的工作 它的颁奖历史可以分为这么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01年到1928年 它主要是以应用医学方面的成就为主 其中传染病的研究占有突出地位 当时很重要一个问题 就是解决传染病的问题 因为传染病给人类带来的危害 或者带来的威胁太大了 那么有些传染病在爆发的时候 会有成千上万人 甚至上百万人死亡 第二个阶段就是在1929年到1957年 它主要是以维生素和抗生素的发现为标志 代表了现代医学的重大突破 那么有很多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疾病 基本上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比如说一些感染 一些缺少维生素 比如说像坏血病 那么这样一些疾病都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所以我们讲是以两素为代表的 以维生素和抗生素为代表 第三个阶段是1958年到现在 它主要是以分子生物学 免疫学和神经科学为代表的基础研究 那么这三个领域的基础研究 占到诺贝尔奖获奖工作的一个主要的地位 当然我们讲 免疫学和神经科学有很多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所段 也用到了一些分子生物学技术 首届诺贝尔生理学会医学奖是帮给了德国的杯领 那么杯领是因为血清治疗 特别是治疗白猴方面的工作 而获得了1901年的诺贝尔生理学会医学奖 当时有很多人认为 获得首届诺贝尔生理学会医学奖的 应该是另外一些当时工作做得特别好的学者 但是为什么是给了这样一个杯领呢 杯领当时的名气并不是太大 那么用血清治疗 特别是在治疗白猴方面的工作 在当时生物学里面的一些重大发现 或者一些重要工作里面 它显得并不是太突出 相对于另外两个自然科学奖的获奖者 比如说首届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奖者是谁呢 是大名鼎鼎的伦秦 伦秦是发现了X色线 而有关X色线的研究 可以贯穿整个诺贝尔奖的百年史 那么有关这一个诺贝尔化学奖的所谓获奖者是谁呢 是荷兰的潘特洛夫 那么这也是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 那么相对来说 贝尔的名气要小一些 但是他是首届诺贝尔生理学会医学奖的获奖者 那么诺贝尔生理学会医学奖最年轻的获奖者是谁呢 到目前为止 诺贝尔生理学会医学奖最年轻的获奖者 是一位加拿大人 叫班廷 那么班廷由于发现了胰岛数 而获得了1923年的诺贝尔生理学会医学奖 当时只有32岁 而班廷发现胰岛数 真是一个传奇的故事 在我们课程里边 咱们会讲一讲 就是发现胰岛数的故事 那么班廷是诺贝尔生理学会医学奖最年轻的获奖者 但他并不是诺贝尔三大自然科学奖最年轻的获奖者 最年轻的诺贝尔三大自然科学奖的获奖者 是英国的诺伦茨布拉格 那么我们也称之为小布拉格 因为这个布拉格是和他的父亲布拉格 因为晶体结构X色线分析的研究 而获得了1915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父子两人同时获奖 那么当时诺伦茨布拉格获奖的时候 只有25岁 非常年轻 那么这一个小布拉格 后来领导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实验室 这一个实验室我们常称为一个传奇的实验室 小布拉格在1938年到1953年 担任卡文迪许实验室的主任 我们都知道英国剑桥大学的物理系 称之为卡文迪许实验室 这个实验室赫赫有名 他有很多学者获得过诺贝尔物理学奖 或诺贝尔化学奖 这两个奖项有很多获奖者 那么后来 布拉格在担任卡文迪许实验室主任的时候 他创建了剑桥大学的分子生物学实验室 那么这一个传奇的实验室 也就是剑桥大学的分子生物学实验室 有14人次获得了诺贝尔奖 其中三个是获得了两次诺贝尔奖 那么除了这14人次 这个实验室除了14人次获得诺贝尔奖之外 还有12名曾经在这个实验室工作的访问学者 也获得了诺贝尔奖 所以这个实验室真是一个传奇的实验室 那么在这个实验室有很多传奇的故事 其中有一个传奇的事件 就是在1962年的时候 这个剑桥大学的分子生物学实验室的沃森和克里克 由于他们解析了DNA双螺旋结构 而获得了1962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而他们两个人的老师 也就是沃森的博士后的导师 和克里克的博士生导师 坑德鲁和佩鲁茨 是由于血红蛋白和激红蛋白结构的研究 而获得了这一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师徒四人 来自同一个实验室的师徒四人 同时获奖 这在诺贝尔奖历史上是一个奇迹 好 那么这就是1953年 由于沃森和克里克解析了DNA双螺旋的结构 他们两个人是获得了1962年的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那么当时他们解析DNA双螺旋结构的时候 都是那一个卡文迪许分子生物学院实验室的学生 那么这一个工作 也就是有关DNA双螺旋结构的 这样一个解析工作 被认为是生命科学史上最重大的一个发现 这个最伟大的发现 也是在这一个传奇的实验室诞生的 在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历史上 一共有12位女性获奖 他们分别是1947年 科里夫人获奖 1977年是耶诺夫人获奖 1983年是麦克林托克获奖 1986年是蒙塔奇尼获奖 1988年伊利昂获奖 1995年沃尔哈德获奖 2004年巴卡获奖 2008年提诺西获奖 2009年布莱克本获奖 那么同时还有一个就是格雷德 也是2009年获奖 2014年是莫泽获奖 2015年是我们中国的女科学家 屠幽幽获奖 那么在诺贝尔三大自然科学奖里边 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女性 要多于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和诺贝尔化学奖的女性 一共是我们知道 一共是有12位女性 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我们这里边介绍其中一位 是蒙塔奇尼 蒙塔奇尼是因为发现了神经生长因子 也就是说神经里边有一种物质 叫神经生长因子 它可以促进我们细胞 促进我们组织的生长 那么他这一个发现 是获得了1986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蒙塔奇尼他活了103岁 他也是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里边 最高授的科学家之一 那么与蒙塔奇尼一起获奖的 还有一位合作者叫库吻 库吻除了和蒙塔奇尼一起 发现了神经生长因子之外 他还意外地发现了表皮生长因子 那么这个表皮生长因子 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都知道 动物和人在受伤的时候 都会下意识地去舔伤口 我们人手指头划破了一个小口子 我们都会去舔一下这个手指头 如果你的手不是太脏 划了一个小口子 你都会下意识地去舔一下 那么你舔一下伤口 有没有好处呢 有好处 首先呢 你的唾液里边有一些绒菌酶 这些绒菌酶呢 会起到杀菌的作用 第二呢 我们讲这个唾液里边 还有一些表皮生长因子 这些表皮生长因子 可以促进你的伤口愈合 所以这一个表皮生长因子 是谁发现的呢 就是库吻发现的 那么库吻的这个发现 也解释了 为什么动物在受伤以后 它会去舔伤口 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亚裔是谁呢 是一位日本人叫利根川静 在1987年的时候 利根川静因为抗体毒药性的研究 而获得了这一年度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我们知道这个生命有机体 它都会产生一个免疫作用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产生各种各样的抗体 去对应外界的抗原 那么为什么生命有机体 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抗体呢 抗体多样性的机制 是如何形成的呢 那么这一个机制的解析 就是由日本人利根川静来解析的 利根川静就对这个抗体多样性的机制 进行了解析 因此他后来是获得了1987年的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有意思是利根川静在解析了 抗体多样性的机制之后 他由免疫学转向神经科学的研究 他在神经科学领域的研究 尤其是在学习和记忆的机制方面的研究 成就卓越 有很多学者认为 利根川静在神经科学领域的研究 还可以获一次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但我们现在知道 从80年代 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 诺贝尔奖 尤其是诺贝尔自然科学奖 基本上是不给同一个科学家发两次了 因为在现今的世界需要奖励的重大发现 和学者太多了 所以一般来说不给同一个学者发两次了 如果给同一个学者发两次的话 利根川静很有可能再得一次诺贝尔奖 那么2015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是授予了我们中国的科学家图悠悠 因为他发现了治疗瘤剂的新方法 也就是说青浩素的发现 那么图悠悠也成为 我们国家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学者 也是我们国家第一位获得诺贝尔三大自然科学奖的学者 我们下面看一小段图悠悠 在诺贝尔奖颁奖仪式上的视频 图悠悠身着亮紫色长套裙 与其他领奖人逐一登上领奖台就坐 在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评委委员会的代表 分别介绍了该奖得主图悠悠 以及另外两名科学家 威廉·坎贝尔和大存志的获奖成就后 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 向图悠悠颁发了诺贝尔奖证书 奖章和奖金 颁奖现场回荡着嘉宾表达祝贺的掌声 感谢观看